2021年2月26日,大脚星人理事会 无论你知道与否,这就是你迈进的方向,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对你们所有人继续朝着一个更加统一的人类集体的方向前进感到非常满意 我们希望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变得如此分裂和两极分化始终是人类旅程的一部分 当你们因为某人的信仰与你们的信仰在某些事情上,任何事情上都不一样 而把它们排斥在你们的生活或你们的灵性社区之外时 你们首先要感受到你们有多难受 地球上的主题是什么并不重要 它们都是由你们设计成两极分化的主题 因为首先你们必须尽可能地分离 然后你们才能感受到当你们和那些你们以前排斥的人 甚至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谴责 因为他们隶属于哪个政党 或者因为他们不相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一个阴谋论 已经把自己完全交给了这个阴谋论的人回到一起时 你们的感觉会有多好 当谈到每个人的信仰时 所有人都需要放松 如果你们真的相信有人想要抓住你们 或者想要抓住社会的某一部分 那么你们必须意识到 你们永远不会通过把自己和一半人口分开来打败那些犯错的人 现在我们确实明白 对你们所有人来说 更大的问题是无法就谁是真正的坏人达成一致 甚至无法就谁是在地球上的权力和权威的位置上的真正的好人达成一致 但我们看到你们正在超越这一切 因为你们这些觉醒的人是敏感的 你们的感觉比一般人更敏锐 更强烈 你们不喜欢当你们因为别人的信仰而谴责别人时 你们为理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已经决定 找到共同点是更为重要的 并且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走到一起 你们星球上的大多数人 确实想要对每个人都最好的东西 而你们只是对实现你们都想生活的更完美的社会的方式 有着不同的看法 相互尊重和接受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当实际目标是彼此相爱和体验统一意识的时候 不管你们知不知道 这就是你们的目标 这就是你们正在走向的方向 所以你们不妨拥抱那些不同意你们的人 不管是什么问题 因为你们不能把他们排除在你们的集体意识之外 然而你们可以超越最近几年甚至几十年 我们在你们的世界上看到的琐碎小事 你们作为觉醒的集体 你们作为要扬生的人 超越界限的人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守你们共同扬生的观点 所以你们最好习惯那些与你们的信仰如此不同的人 因为你们不会登上船只 然后把他们都抛在身后 你们会爱他们 直到他们在存在的层面上与你们相遇 那就是超越你们在地球上所有差异的灵性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感谢观看